那我就現在回答一個問題,就是在耶穌的時候,是不是這麼多鬼呢? 而我們今天是不是少些鬼呢? 那我回應就是,其實耶穌趕鬼並不是每天都是趕鬼的 就是有些日子他有趕鬼 那其實呢,在現在的社會,其實都有不同的人有邪靈的 就是我試過呢,就是都有很多人要求,在香港都有很多人要求過的 就是他們見到黑影啊,經常都有黑影啊,經常都有鬼詐啊,有邪靈搞妖啊 那尤其是那些拜偶像多的人啊,不過他們通常就不會求助的 我試過有一個人呢,他的情況是真的都很嚴重的 那麼他呢,就是我們有一個同工認識他啦,那就勸他接受趕鬼啦 那麼他就肯的喔,但是呢,跟著呢就,他說呢,我還沒去那時候呢 那些邪靈就跟他說,他不是說給我聽,他還說給那個同工 他說那些邪靈跟他說的,叫他不要給爾牧斯來 就是那些邪靈會知道,爾牧斯是誰 不要給爾牧斯來 那結果那個人是不聽,就是不聽我們的說話 就聽了邪靈的說話,結果叫我不要去的 那這個是,就是都,就是我都試過很多次的 那也都是因為我們接觸的人啊 接觸的人會不會接觸到這些這樣有需要的人呢 那有時候呢,是接觸不到的 因為以前呢,我曾經在天水圍那裏呢 就是負責一間教會的 那天水圍呢,就有多些那些人呢,是拜偶像啊 或者是家庭很多問題啊 那他們呢,就是似乎就多些有 但是是不是很多人有呢,又不是很多人有 不過呢,就是我們都接觸過不同的人呢 是有邪靈的情況的 那也都有人呢,有些男仔,有個男仔進來我們教堂 就說,就說經常有個邪靈跟著他 是啦,又有一個呢,我跟他祈禱呢 他馬上硬了,當時我是不懂得解釋這件事 其實就是邪靈令他硬了 就是我後來就知道了 因為有一次我在教堂呢 有一個人呢,他是有那個教堂的 但是呢,就是應該他靈命就是 就是靈命是軟弱的 那麼呢,我們祈禱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一起拖著手祈禱呢 他就忽然間呢,就硬了,硬了一跌 就是硬了呢,我就覺得是邪靈了 我就叫他打開眼睛,看著我 那麼我看著他的眼睛 然後我奉耶穌名吩咐裡面的邪靈出來 那麼他立刻呢,叫到很大聲很大聲 那麼這個是有上教會的人來的 但是呢,他依然有邪靈搞要他 那麼其實都有不少的人呢 是有信耶穌而被邪靈搞要的 那時候我有個學生呢 他是在學校上學的 那麼他呢,就契了黃大仙 當我們跟他 就是我在這個教堂那裡宣佈的 因為就是說有些人呢 那時候我聽到這個這樣的說法 就是說呢,如果有些人契了黃大仙啊 觀音啊那些呢 就有可能他仍然有邪靈在裡面的 那麼有一個男孩呢 他就說我以前契了的 那麼我跟他說邪靈的時候呢 他變成整隻好像獅子那樣敲叫 並且他的手指不斷在地上刮 就變成那個手指的全部 那些手指甲全部都黑了 就是看到那個邪靈的真實性 那麼所以其實 今天依然有 都有若干人是有邪靈的 不過問題就是 我們是不是接觸到的 如果接觸到的時候呢 你就發覺很真實了 那麼而去到非洲呢 就是有時候整個罪會一群人 邪靈彰顯了 非洲是更加多 因為很多毛術啊 很多迷信的東西啊 那麼就有很多人呢 是有邪靈的搞妖的 那麼這個都是一個 就是真實的情況 那麼其實邪靈搞妖呢 某程度 是會成就神的計劃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人就會知道 你看邪靈多大破壞性 令到你想死啊 令到你有這麼多問題啊 那麼你會想是跟從真神 或者是跟從邪靈呢 你想要脫離邪靈的影響呢 那麼當那些人願意的時候呢 就更加容易相信耶穌 那麼這個是我的回應 其實今天都有 不過問題就是 有多少 還有我們接到有多少 OK 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有啊 謝謝 OK 好 我們今次所講的呢 就是講到呢 在《哥林多詞書》十二章八節 開始講到呢 這個《淑靈恩詞》 那麼呢 而我們今次講的就是 又叫一人能說謊言 那麼呢 就在臨前十四章二節 和四節呢 有講到說謊言的益處的 臨前十四章二節 我已經傳了給大家的了 那說謊言的 一言不是對人說 乃是對神說 因為沒有人聽出來 然而 他在心靈裡卻是 講說各樣的奧秘 那就是說呢 是講謊言的人呢 是講一些神的奧秘的事 那所以有些人呢 就講到說 講謊言呢 是會容易領受神的聲音 他就是聖靈呢 透過他 去講出一些神的奧秘的事 那麼他呢 神更加能夠和他溝通 然後十四章四節呢 就說說謊言的事 造就自己 就是他是會造就自己 建立自己 那麼這兩個經文呢 是講到說謊言的益處 那另外呢 就是在士律行傳呢 是有情況呢 就是第一就是 在聖靈降臨的時候 在五祥節聖靈降臨的時候呢 那些門徒呢 那些信的人呢 都被聖靈充滿 就講起別閣的話 那裡講的呢 就是別閣的話 那麼在哥林多前書十四章 所講的謊言呢 是有分別的 因為他說要翻譯 是沒有人能聽出來 是要翻譯的 那所以這個呢 就不是講別閣的話 是講一些 是一些 另外的話語 那麼就 那麼我們怎麼知道呢 就是說 怎麼知道有這一種的謊言呢 就是因為有些人 在聖靈充滿 他們愛慕神 他們又是悔改 離聚春教耶穌的 那麼他在愛慕神的時候呢 他會收到神的 就是神會讓他 叫他開始講謊言 那麼這個呢 就證明他是 是從神而來 不是從邪靈而來的 那麼我們親近神 沒有理由邪靈會來的嘛 那所以呢 就是證明呢 他們真是 是經歷謊言 那個謊言呢 是人聽不出來的 是需要翻譯的 如果是 帶領聚會的時候 需要翻譯 但如果他只是造就自己 就不需要翻譯的 那麼對於謊言呢 這個講到就是一個恩賜之一 那麼就會幫助我們講說各樣的奧秘 幫助我們更加明白神的奧秘 那麼這個是謊言的益處 那麼 那麼 五秦宗呢 他們就 有一個這樣的教導 五秦宗 就是聖教會 還有那些 有些五秦節的教會 那樣 那麼他們就有一個教導呢 就是說 聖靈的洗的可見的跡象 第一個可見的跡象就是 廣方言 那麼他們就說呢 廣方言那些呢 就是有 受了靈洗 未講謊言那些就未受靈洗 那麼我自己就覺得呢 我是 不贊成一定是第一個可見的跡象 是廣方言的 因為都有頗多人呢 是 他們經歷四年充滿 他們是沒有講謊言的 不是一定第一個 那麼聖經裡面是有這樣的情況的 有在 哥尼流的家人那裡講謊言 那麼另外呢 就是 比特和保羅去到那些地方呢 為那些人按手祈禱 他們就 有講謊言 那麼這些都是 就是他們當時來說是第一次講謊言 就是第一個經歷就是講謊言 但是是不是代表以後呢 神都是一定是用這個方法 就是必然是 講謊言才是聖靈的洗 我就不覺得不是一定 就是 講謊言是聖靈的洗的其中一個跡象 但是未必是第一個 就是這個我的看法 那麼 因為很多時候人是經歷喜樂啊 愛啊 依慈啊 安慰啊 能力啊 很多人都是先經歷了這些先的 未必是先經歷了這個謊言的 那麼 OK 那麼 在靈欣派裡面呢 有時候他們就將 講謊言這件事呢 是 就是講到好像萬能那樣的 有時候什麼都 就是說 靈命提升啊 復興啊 全部都是講到 是謊言呢 就會帶來這些 那麼多的果效 那我就覺得 未必的 因為聖經是沒有講到 那有沒有可能呢 那有可能的 不過 聖經也都很強調 就是講到 用心靈誠實敬拜愛慕神 親近神 遵從神 傳揚福音 但是有些人就覺得呢 講謊言呢 就會軟化一些人的心 就更加容易信耶穌 就叫那個地方更加復興 叫教會復興 叫教會復興 講謊言就會有這些 這樣的果效 那我就 從聖經我就看不到 還有在 摄涵傳記載保羅 他去傳道 他就 並沒有記載 沒有記載 他去講謊言 而很重要的就是 他是去傳道的 去建立教會 去傳福音 去建立 人和神的關係 雖然呢 保羅都說 他說我講謊言 比你眾人更多 但是 在他的 事奉裡面 是沒有講到 謊言是主要的策略 就是有些人就覺得 講謊言是主要的策略 就是一直講謊言 那個地方 那些人就會軟化了 然後 帶他們信耶穌更加容易 那這個是一些 他們的看法 那是不是一定呢 那我覺得 不是一定 那他們可能的經歷是這樣 那經驗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 講謊言 無論什麼祈禱都好 都可以帶來祝福的 那但是是不是真的 多謊言 或者多祈禱的人就軟化呢 這件事 也是沒有聖經的支持的 因為耶穌講到 就求莊架的主 打發工人出去 收他的莊架 都是一定要有傳呼音的 就是不能夠 就 有些人有一種這樣的信念 講謊言多 那些人就會自動入教堂的 那這件事 我真的覺得是 是一些 誇張了 謊言那方面的誇張 OK 但是我們有謊言的因事 我們是應該使用的 而我是反對那些人 叫人模仿 或者試一下講 就是試一下講 不代表是 是從聖年充滿而來的 而是應該 在聖年充滿愛慕神 如果出現就出現 如果沒有出現就不出現 就不是說 我試一下講 那這個不一定是謊言的 OK 如果沒有問題想問 我們在這裡 我們就一起祈禱 求主思恩 親愛天父 多謝你 讚美你 感謝你 神你是與我們同在 神祢祝福我們的 與我們同在 加力給我們的 求主幫助我們 深信你的大愛 深信你的大能 事事 跟從你 遵從你 行你的路 神祢必然祝福的 神祢必然更新我們的生命 主幫助我們 領受謊言的恩慈 領受謊言臨到我們身上 能夠看到神的 聖靈的洗在我們身上 聖靈的能力在我們身上 我們感謝讚美你 我們感激你 愛慕你 歡喜你 我們 追求你 學慕你 但我們不是用人的方法 也不只是注目在 一件事上 因為我們都可以經歷神 愛 平安 興省 能力 這些都是神所賜的 經歷來的 我們都會感激神賜給我們這些經歷 求主幫助我們 能夠在聖靈中運作 被你大大使用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還有一點我想補充 就是因為我們經歷喜樂 平安 愛 釋放 安慰 醫治 能力 趕鬼 那些是有明顯的 對人的益處 所以 當人有這些經歷的時候 他又為人祈禱 那些人有這個經歷 我們就可以告訴他 聖經告訴他 有這些經歷 也都是對那個人有幫助 所以我覺得 我們應該更加強調 我們如何經歷到神的屬性 在祈禱的時候 經歷到愛 平安 喜樂 醫治釋放 這些 經歷到神的屬性 恩典和能力 是會幫助人去信靠耶穌 更加強調 更加強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